十八项女明星如月已经死去一年之久,她的粉丝们决定召开一周年的追悼会,以此怀念偶像如月。 组织者名叫佳元,是粉丝网站的管理人,其他四人陆续达到,他们分别是追悼会发起人之田,便利店打工仔小蛇,粉红肥仔安南,以及带着粉红发卡名叫草莓女孩的抠脚大汉。 大家到齐之后,开始各自秀起了自己关于如月的藏品,而安南则因为没有穿西装跑下楼买去了。 首先是佳元拿出了关于如月的所有报道,甚至还有她的亲笔回信。 这份回信可不简单啊,是佳元几年时间坚持不懈给如月写出了二百多封信换回来的。 有了这个好的开头,几个并不熟悉的陌生男子很快熟络了起来,而此时站在一旁装高冷的枝田突然开口,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月为什么自杀呢? 真是不明则已,一鸣惊人。 这句话一下让众人开始思考起来,原来枝田这一年时间都在调查如月的死因, 在如月自杀当晚通过语言信箱向她的经纪人留下了一条遗言。 果然还是不行了,我已经累了,谢谢,再见。 然后在屋内撒油自焚,这根本不像如月的作风。 她就算自杀也不会用这种方式,她是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,自焚的话势必会牵连到周围邻居。 而且在她死前,又为一个跟踪狂出现,那名跟踪狂甚至偷偷进入过如月的家里。 芝田怀疑草美女孩正是那个跟踪狂,因为在她的博客里面清楚地描述了如月的房间布局, 甚至知道她床头放着香薰蜡烛。 而这个发卡也正是如月的物品,草美女孩百口莫辩,只好说出实情。 那夜她确实跟踪了如月,不过她有不在场的证明。 当晚她跟踪如月目送她回公寓后,发现如月和一个爆炸头男子有亲密举动, 甚至如月还邀请她一起进屋,这让草美女孩很是伤心,出去买醉却发现没带钱。 如月出事的时候,她还被关在警局,是为警察的家园立即打电话证实了此事。 之后大家从如月的一些照片中发现了小蛇正是当晚的那个爆炸头,小蛇赶紧辩解。 因为喜欢一个名叫幸运湖的品牌,自己作为店员当天正好给如月送她预定的幸运湖瓶子。 幸运湖也只不过是为如月把橄榄油清洁剂等物品装进瓶子,之后还帮忙用报纸拍死了一只蟑螂。 虽然她有趁机向如月表白,可如月表示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。 之后小蛇回到店里,如月出事的时候发生了轻微地震,小蛇那时候正在收拾货架,有他们店长可以证明。 此时大家将目光转向了汁田。 你一个小粉丝咋能知道这么多事,调查一年比警察还查得清楚。 大家翻出收藏的相册,发现汁田竟然是如月的经纪人。 在如月自杀后,汁田一直想找到凶手,压力过大,瘦得连她亲妈都认不出来了。 家园听到这里感到很伤心,这一个个的跟如月走这么近,自己收到一封回信就高兴成这样。 不过肥扎安南也没说过话,应该和自己是同命相连吧。 不过安南却表示,自己正是如月青梅竹马的男朋友。 安南一直反对如月进入娱乐圈,可是如月为了让曾经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看到自己,执意要走这一步。 安南称如月死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他经常给安南打电话,因为经纪人汁田未经他同意就为他签下了裸体写针。 电话打到一半时,没被小蛇拍死的蟑螂又爬了出来,可是家里没有杀虫剂,安南告诉如月清洁剂也是可以的。 之后又有新的电话打断了安南和如月的通话,那正是汁田打来的电话,为的是安排第二天的行程。 此时整个时间的脉络渐渐清晰起来,如月那句看似一眼的流言其实是想打给安南,而清洁剂和橄榄油的瓶子都换成了幸运壶。 如月没能分清错拿了橄榄油倒在地上,之后点燃香薰蜡烛便睡觉了,可是夜里的轻微地震使蜡烛倒地点燃了橄榄油,可是本该死在床上的如月为何却倒在了储物间? 能够走去储物间说明他当时醒了过来,那么就能够逃生呀。 原来是如月想要带走储物间里家园写来的那两百多封信,最终耽误了逃生。 草莓女孩这时候也开始自责,追根溯源她才是罪魁祸首,因为她正是如月的亲生父亲。 她并没有抛弃弃子,而是因为她令妻子过于失望,妻子带着如月离开了她,她也没脸回去,只能以跟踪这种方式默默守护女儿。 至此,如月的死因真相大白,每个人都是凶手,正是这一连串的意外最终导致了如月的离去。 五个看似没有丝毫关联的粉丝,却阴差养错的联手害死了如月,令人拍案惊奇。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,一环扣着一环,冥冥之中自有注定。 密实推理也足够精彩,推荐大家去看原片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咱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